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 我应该的说 我们反对一种 一个很著名的学者 也是位于人群的新区 叫玉露凯 他讲过一个 就是反对这个协同们 对吧 但是当年从人群的角度来讲 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在现实来讲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家庭 他的父母是教授 他的父母是军人 他父母是一个政治家 那么多多少少的对这个 子弟的影响 比一般人就要多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 您觉得是不是您生长在这么一个 将军 而且是大将 大将军的家庭 是不是您成小就养成了一个对军队了解的兴趣 因为我平时跟你聊天 你讲这个战争史 好像非常熟悉 是不是这个你有这个 所以你对中国的军队就一直就有兴趣 也了解 你的爸爸在家里的时候 是不是也谈了这些事情 谁的事会呀 谁的问题呀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事情 其实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 这个就很少时间见到爸爸 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 小学六年都是住校 这个到中学住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间就是 我们都就是到暗时就得睡觉 我们第二天要上学了嘛 老爸还没回来 然后从我们起床去上学的时候呢 老爸还没起来 所以实际上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 就跟老爸相处的时间就不是像一般的这个孩子 都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呢 每年反正一起度假呀 或者什么 还是像你说的 还经常听到父亲谈一些事情 所以呢 就是说 对政治上的事情吧 可能比一般的这个 一般的孩子吧 可能就是敏感一点 或者就是早知道一点 或者呢就更关心一点 但是差别可能就在这儿 那比如说有时候什么时候 吃饭的时候或者玩的时候 你有一次听到你爸爸讲的 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你第一心的还是很清楚 有一个什么真实秘密 当时一个什么 哪个警队有什么问题 或者哪个云上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真实调动 没有没有 这些事我老爸不会跟我讲的 这个 我给你讲一个事呢 就是说 我上中学的时候啊 开始学后文 我初中读了两年后文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 就 然后又学外语的时候呢 又把我分到游文班 嗯 又把我分到游文班啊 那当时呢 我就听到我老爸跟我说 说毛在学英文 嗯 而且由于毛在学英文呢 所以我老爸 我老妈呢 也开始学英文 嗯 然后我呢 我就觉得 既然毛都是学英文 我还学什么游文呢 嗯 嗯 所以我就申请 从俄文班 调到英文班 嗯 我就开始学英文 嗯 所以我学英文呢 还是由于 听我老爸讲毛 学英文了 所以我呢 就学英文了 嗯 嗯 嗯 我 我老爸从来不跟我讲什么 像你说的这些秘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就是 呃 另外人事上的事情 无能管从来不说 嗯 嗯 当然您后来在 正要军委这个 这个 秘密使长办公室工作期间 这个你还是接受了一些吧 对吧 刚才像你 上一节我们讲过了 蘇正华的事情 所以我想请教的问题就是 您的印象中间 您的就是 了解中间 中国的这个军量 军委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军委主席 毛主席 啊 和这个几个副主席 或者是 秘密长 或者是这个参谋长 当然 后来 比如说就是 我们讲郑小平嘛 嗯 那么跟您的父亲之间 是一个怎么样的 互动关系 有哪些事情 您父亲需要去 请示郑小平 哪一些事情 他自己可以拍摆 哪一些事情 要开 真将军委的 这个会议 对吧 就 说起来 也简单 也复杀 这个 这个 中央军委的这个 程序啊 实际上啊 一开始呢 就是毛的那个时候 实际上就是 毛 或者其他元帅 和 我老爸 我老爸那时候 总参谋长 也是军委秘书长 那时候 就是军委秘书长 就兼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 就兼军委秘书长 嗯 这个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到了文革之后 毛走了之后 中央军委的这个 运作呢 实际上呢 还是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 华 叶 洞 嗯 然后 我老爸 我老爸就是 多元书馆具体的事儿吧 嗯 这么样一个关系 这么样一个关系 所以说几个元帅嘛 呃 毛那个时候 这几个元帅呢 毛提出什么意见 这几个元帅 从来也没有说 有不同意见 嗯 嗯 嗯 那么 嗯 个人 怎么来表达他们 同一毛的这个意见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嗯 这些老帅人呢 他们都是 就是 不亲密表态 嗯 但是 表态呢 也一句废话 没有 这样我平时跟你聊天 你也有这个风格啊 我刚刚有很多时候 问你半天 你要思考一下 然后再表态 也是亲爱 不亲爱 一种不表态 嗯 这个 到了华业邓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 邓小平一复出 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了 这个 操盘的这个 就是 就已经不是华国锋了 嗯 就是邓小平了 嗯 嗯 但是这个演变过程 演变了 有三年吧 嗯 嗯 从邓小平 嗯 最后一次付出 到华国锋 倒台 大概不到三年的时间 嗯 这不到三年的时间呢 实际上我老爸呢 就工作了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嗯 嗯 就是在最初的那一年多的时间 嗯 嗯 我老爸呢 掌握着这个 军委的日常运作 这种 嗯 工作 实际上呢 就是 嗯 最实质的事情 就是 这是我昨天给你讲的 嗯 嗯 就是把 中央警卫团 都编到了 总参的区 嗯 这样就解除了 对 对 邓小平的一个 最大的威胁 嗯 你比如说我 中央警卫团 如果还是被 王中兴控制的话 那 大家 谁 办事 都会有一个威胁 就是 中央警卫团 会不会 有差四人胖子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这个威胁 就是 所以我老爸 嗯 嗯 接这个 中央警卫团 的这个 职日的时候 那当然就等于 多了军权 就是 军队的常务 就在这儿 嗯 然后我老爸的 第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把中央警卫团 拿到总参来 嗯 就是 拿到军队系列 那就输我老爸 嗯 嗯 王中兴就插不上手 嗯 嗯 而中央警卫团 那些老人 嗯 对我老爸 都是服服帖帖 嗯 那老人他们也憋化 嗯 嗯 当时就是 把那些 被汪东兴 赶走的那些人 又重新 这些优惠人 又都调回来 嗯 嗯 都调回来 当了什么副局长 像那个 原来那个 那个 那个毛的那个 最贴身的 那个警卫 嗯 反正就 就那些被汪东兴赶走的人 嗯 通通都调回来 嗯 然后编制又 又 重新改变 又 又变了 嗯 所以中央警卫团 就大概就是 一夜之间吧 嗯 就成了这个军队系列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 就是 就是 汪东兴已经 给中央警卫团 他下不了兵 嗯 这样一种程序是 由于你爸爸的资格 因为他是开山逼走嘛 那他当然有这个 威慎力 还是有了一个 稳定的程序 一个会议的程序 说啊这个事情就 就就就 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老爸一直当的 金融卫团 就给中央警卫 写了个报告 嗯 就是说 把中央警卫团 变为总参警卫局 然后所有的军委主席 副主席 划了个出来 嗯 所以这个不需要开会 就划个圈子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 嗯 有的时候像这种事 需要开会 但是中央警卫团 这个事呢 就是 呃 反正 呃 邓和叶 是支持我老爸的 嗯 划那个时候 态度呢 就是比较中立 嗯 呃 我老爸和划 不是太熟的 嗯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爸爸是不是就是 关于真央军委的 很多事情 他就直接向邓小平去 汇报或者是交流 就不太理睬这个 这个华国锋 那的话 等于华国锋这个名利上的 真央军委主席 等于就是完全架空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 呃 也不是不理睬华国锋 而是说呢 就是 你也等我老爸 比如要办件什么事 嗯 商人好了以后 就是或者由叶 或者由邓 或者由我老爸 去跟华国锋说 嗯 华国锋呢 一般的 呃 开始的时候 我对华国锋呢 我觉得他是文革发迹派 对 所以我们对文革呢 都是一种 呃 从 呃 本质上就是 走定文革的 所以对文革发迹派呢 都是有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 厌恶的这种感觉 嗯 那当时我就觉得 你是从哪 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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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能到你 当这个主席呢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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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华国锋的看法呢 反倒有所转变 就像我对 邓小平的看法有所转变一样 嗯 我认为华国锋呢 他 不是坏人 啊 而且呢 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他还是一个民主作风最 强的人 所以呢 他在垮台 因为 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个 封建主义的党 嗯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华国锋呢 他不是个封建主义的理事 他可能想 比小民之化一点 所以 他在同意 邓小平出山 嗯 他同意邓小平出山呢 实际上是叶建英 靠三寸不懒之舌 说动了他 嗯 华国锋呢 原来呢 就是想叶建英和邓小平给他抬轿子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说这是个民主作风啊 嗯 他并没有把 像后来江泽民 这个 打压霍耀邦那样 嗯 把霍耀邦就是 霍耀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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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耀邦那样 就是赵紫阳 嗯 他一直就是 就是死压日赵紫阳 嗯 嗯 所以呢 霍耀邦呢 就是 还是比较有民主作风的 这么一个 呃 不是领袖的 没有领袖 就是 没有这个封建主义的领袖风格的领袖 嗯 好 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讨论就是 您的父亲掌握这个 这个霍耀军委以后 出现的一些意味的事情 当然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不幸的去世 从来改变了这个 您的家庭 也改变了当时候 中国军队的这个军权的 重新的这个布局 好 我们下一集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